你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李作恒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大陆籍的渔船日前非法捕捞 不愿配合海巡的蓝简翻覆 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而大陆的国台办也发声明 说两岸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禁止以及限制水域一说 大陆的船只更是频频越界 在前一天又有科研船 在东北角的外海 近024海里临界区 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 做好善活工作 韩话要台湾赶快放船放人 讲的就是之前大陆籍渔船 在金门北定岛禁止水域内 越界捕捞 不愿配合海巡蓝简翻覆 造成的两死事件 大陆国台办更直接这么说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渔民自古以来 在夏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 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 说两岸没存在限制水域 福建海警局更说要加强海上局法力量 在夏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金门县负责回应 类似的水域秩序维持 应该是两岸有关当局共争讨论 希望以两岸渔民神级为前提 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只是对岸这动作 会不会跟追捕事件有关 一艘中国大陆级船只大洋轮 17号上午出现在东北角外海 警铃二四海里临街区南北航行 我方发现后立刻通报海巡署 舰队分数也立刻派遣桃源舰 尾随监控 经我方数多喊话 询问意图对方都不回应 甚至回呛 关你们什么事 去了解这艘大洋轮是科学研究船只 说未来这样的动作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岸用灰色地带不断挑战我们的主权 加上又有大陆渔船在反复事件后 不断挑衅 也让两岸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为什么会说紧张的状态呢 陆方又有最新的动作了 福建的海警局在今天也宣布 说未来要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将会在夏京的海域 来展开常态化执法行动 而对此退辅会的主委冯士宽 就喊话卷总统赖秦德 出席前国防部副部长 林中斌新书发表会 冯士宽分享读书心得 对两岸局势紧张表达忧心 尤其大陆渔船翻覆 两死意外 陆方宣布福建海警局将在夏京海域 展开常态化执法 维护海域作业秩序 韩话和平取代冲突 毕竟看看对岸海警跟菲律宾 8号双方又在南海上演海上冲突 就怕未来惊吓海域变得像他们一样 我们的海巡署跟中国这边的海警 其实是有一些海上联合的操演的 我会认为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就要去看双方这一边 不管是在海上的渔民 或者是在海上的执法等等 这一些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互动 但若双方舰艇展开对峙 我方巡洋舰最大4000吨 大陆海警最大1.2万吨 但碍于惊吓海域小 专家分析对岸最少也会派3000吨来 对于陆方最新动作 我方占无回应 不过针对前一晚 国台办声称没有限制水域 陆委会反击 依照规定大陆船舶没有许可 不得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未来继续执法依法驱离 而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说海巡执法必须捍卫 但对方也充满善意 相关单位软硬兼施 只是我方的善意 陆方似乎没瞧见 TVB新闻黄关伟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刚刚带您看到 大陆国台办定调的夏津海域 是不存在禁止和限制水域的 这对我方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危机呢 更多的内容我们要交给记者邱婉柔 日前两位福建渔民之死 也让两岸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尤其国台办在昨天晚间 又发了一个声明 只说两岸渔民在夏津海域的 传统渔场作业 其实行之有年了 根本不存在禁止以职限制水域一说 不过我们的陆委会也反击了 就只说这个大陆是长期纵容 这三无传播违法滥捕的 发生不幸的事件 其实谁也不愿意看到 但是对国台办一再无端的指控 是表达遗憾的 不过国台办的禁止限制水域说 其实又透露了哪些意义呢 就有学者来分析了 先来看到是前国防大学 政战学院的院长余宗基 他认为说中共试图 要推进台海内海化 所以台湾政府 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给国际化 也就是联合周边的国家 来谴责中共干扰 而另一位则是国安研奏院的 国安所所长沈明社 他就说大陆想要把这个台湾 推进台湾海峡内海化 那未来取得执行灰色地带行动 或军事行动的合法正当性 那么另外大陆民运人士王丹也发生了 回顾过去大陆对这个越南 以及印度的开战历史 其实都是以零星的冲突 以及伤亡来开始 而藉由这个紧张气氛来激发国内情绪 接下来看到是台糖的猪肉事件 也延烧成了政治攻防 国民党团就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 要对此专案报告 而民进党则是出招 立委林俊宪就反抢 应该是要邀台中市长卢秀燕 到立院来接受被询 不过这说法连自家人也不认同 被民进党立委要求到立院接受被询 瘦肉精事件 卢秀燕的反应是这样 对林俊宪的主张 卢秀燕笑笑没回再问第二次 新年快乐来台中看中台湾元宵灯会 看来这态度是有些四两拨千金 蓝营要成建仁 对实案总检讨 立委就要卢秀燕回娘家备询 不过这主张党内总召科建民 就有不同看法 说照法规的确可邀卢秀燕来 还是要看他的态度 站在党团立场不移 且有针对性 卢秀燕应该交由议会处理 目前为止民进党团都没有讨论过 那个别委员有个别委员的主张跟看法 那林俊宪委员的主张 也是基于希望厘清事实真相 那其他的个别委员支持吗 我们奉劝卢秀燕市长 诚实为上策 如果是无心之错 诚实面对 反而对卢秀燕可以止损 不要再扣分 状况的说明有必要的时候 现在邀请立法院是可以邀请他们来说明 但是至于是否要到场说明 决定权还是在这个地方的首长这里 台中市府回应会邀请卫生局长参加 邀请市长到立院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重点还是市府得说明清 那包天选之肉为何有瘦肉精 TVBN新闻黄光伟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那到底该不该邀县市首长到立法院来备讯呢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认为说 如果这样比较办理的话 高雄辣椒粉的食安问题是不是也要呢 更直言如果立委可以咨询地方首长 那干脆把王世坚还给他 超级贴心的王世坚也让蒋万安嗓念了 如果真的如民进党委员所讲 要邀请地方首长接受备训 那议会是不是提醒行政院长 那是把王世坚还给我 让他留在议会就可以提醒行政院长 原来是想要声援台中市长卢秀燕 因为民进党立委邀请卢秀燕 针对瘦肉精争议到立院备询 讲完拿出律师身份好好上一课 如果卢市长要到立法院备询 那最近其他县市发生食安的议题 包括高雄辣椒粉的致癌物 是不是也要到立法院去备询 这完全是乱很好 也不符合宪法相关的体制 反指同样有食安争议的高雄市 大家长陈其迈不也要到立院备询 比较办理好好解释辣椒粉验出致癌物吗 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反击 源头是来自新北市的厂商 这意思就是要备询也不是我们去 只有要求吴秀燕 依照宪法第67 到立法院来报告 那请问国民党 是不是应该要正式抵案 摊开宪法第67条规定 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 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 不过大法官解释 试自498号补充 除了法律明定因盗会被询者外 可以斟酌盗会说明的必要性 决定是否盗会 而且就算不来 也不能删减或搁置相关预算 我现在讲的观点 基本上来讲 在宪法上面其实是站得住脚 如果他监督 不是他监督对象 他邀请来 人家可以不来啊 你跟我没有监督关系啊 我去盗会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照理来讲 学者意思就是双方观点都没错 不过都只找自己有利的法律来背书 TVB的新闻李国正言轩 台北朝报道 整总统赖清德的竞选口号 您记得吗 他狂打的是听台湾 这超级洗脑 这是不是也是英雄所见掠头 因为台北市府的官员们 在外套上 您可以看到 也秀了听台北的字样 影片拜晚年 总统蔡英文 喊副总统赖清德 赫北加州台湾同乡会 成立第51年 身份即将转换 未来是要变成台湾队 这选战赖清德狂打的口号 这么刚好 这是在台北市府活动上 局处首长身穿的外套 听台北不仅令人联想 这支听台湾是赖清德的竞选影片 同样都是组队 赖清德准总统 他炒红了这个口号跟棒球衣 那蒋万事长 他其实也很聪明 也很取巧 他用这种复制的方式 这个挺台北挺台湾 好像都没有错 我认为这对双方来讲 其实都是好事 就任的时候他就有喊出 台北队出发 蒋万事长在竞选的实习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过了 确实看看蒋万事长 竞选期间就有台北队首版 台北市府也说 这是顺道结合宣传 2024全中运在台北 只能说这意象 还真是英雄所见掠头 TVB的新闻林一杰 李明辉李作恒台北采访报道 至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和他的妻子 陈佩奇是一同参加了 苗栗的文化活动 至此的时候 他自嘲说 过去国民党的立委 邱建军常常请他参加 但是一直没有空 直到现在变成了落选人 才有空来 这话连妻子陈佩奇都忍不住笑得出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自嘲落选 这才有空来体验苗栗独有的客家文化 街道元宵 拿着话笔 依循客家鼓里为十三位降龙点金 并依照顺序开光 以金花红彩味降龙挂红 现场锣鼓喧天群龙舞动 口中讲的就是国民党立委 邱政军这一回终于一起来迎龙拜年 也不时糟头接耳 不晓得是否因为 邱政军转战立委成功 控出的苗栗市长职缺 还有两年多任期 已确定要在四月十三号办理补选 国民党由余文州代表参选 名讲则推派徐扫金 先议员余耀东也已无党籍投入选战 地方的蓝绿选战都就定位了 那民众党呢 因为在2024总统这局 民众党在苗栗市的得票数 还赢了赖骚配三千四百票 民众党是否参战一周内即将揭晓 TVB的新闻李国正言轩 表里长报道 周定位的还有是新国会 也确实就是现在正堂最夯的话题 尤其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这声量就可见端倪了 我们要再把时间交给宛柔 新国会新气象 谁又是立法院的声量王呢 第一名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了 他的网络声量有148万2496篇 而这个好评影响力呢 也有六点择五 而这第二第三名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分别为民众党的黄国昌 以及黄珊珊 第四名是国民党的许巧新 而第五名让人有点意外 因为他是民进党的总招 柯建民 那唯一几近千十名的 民进党的人呢 除了柯建民之外 另外一名就是黄杰了 那剩下我们可以看到呢 另外四个人呢 通通都是国民党的 那么为什么韩国瑜可以继续当着声量王呢 随者就分析了 上台一大的广电系教授赖翔卫 就说了 韩国瑜最近的人设呢 出招其实可以说是很高明的 他是紧扣着立法院长的这个高度呢 虽然被绿营攻击 但是仍是获得高声量的 另外再来看 民传广电系的主任杜善冲也说了 尽管这个在野声量 我们可以看到是持续的碾压 执政其实并不意外的 那么柯建民呢 能挤进前十名呢 基本上是因为呢 因为他频频罵了这个国民党呢 也成为了这个标霸 而新科立委的研究室也在赶工装潢 立法院补助每个立委 是30万的装潢费之外 还推荐三家厂商来协助设计师做 但是就有新科立委的办公室说 只是检疫的装潢 厂商的报价是75万 趁着假日工人们加紧赶工 星期二就要开议了 不少立委们都希望办公室能尽快完工 这日有新科国民党立委就发现 想简单装潢 找立法院推荐的装潢厂商 收费不便宜 我最后估价单铺出来也七八十万 那我觉得已经超过预算许多 那我们本来想说只是检疫的装潢 售数估价单拆除工程就将近十万 水电工程也要六万八 窗帘跟其他工程也要十八万 完工价是七十五万七 扣掉立法院不住的三十万 立委还没上班就得先掏四十五万 不只装潢费超出预期 就连办公室设备开价也不低 另外说这报价像这样的会议一张七千五 那么如果助理在工作的工作桌 两人并一桌也要四万元 就连助理做的椅子一张也要五千六百三十元 不要只是因为说跟立院是有配合的 就用这种比较不诚实的方式 来对待各个委员的办公室 不只装潢要钱 就连要丢弃既有的家具 恐怕都要花费上千元 有立委办公室原本拜托承包厂商 顺手把十公尺内的桌子对掉 要价一千三 协助丢弃废弃家具跟系统贵要四万一 就连丢天花板盖板工程废弃物清运 通通都要钱 我们在监督政府的过程当中 却发现连我们自己立法院总务处 都大有问题 连立委的装修费 都会有出现可能被凹的状况 找立院的合销比较容易 所以他们就为了方便 就找立院推荐的厂商 所听到风声 找立院推荐的厂商合销比较容易 还说他们有交情 就让立委质疑起 是不是跟厂商有对价关系 立院总务处回应 搬东西有外包签约 不会算在立委的账上里 装潢只是帮忙媒合 会跟厂商在类协调 尽管还在报价阶段 已经让立委们一肚子气 TVBS新闻 李建伟 韦佳琪 台北裁缝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址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址